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阿头阅读 今天阿头要来分享一本心理学的书 他的书名是《先别急着挑战人性》 他的副标题是《二十个经典心理实验》 带你认识自己 人生不采雷 他的作者是潘凯文 出版册是《究竟出版》 那这些生活中常见的状况或困境 心理学都知道 感觉好像懂了心理学 我们就可以懂未来的感觉 那他里面有 一二三四五五个心理的专有名词 比如说第一个 人生就这样了 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成功 这是所谓的习得性无助 那第二个 一旦遇到重要的场合呢 就会头痛、脚痛、肚子痛 这是身体化 第三个呢 对生活明明就不满意 却安于现状 这是认知失调 第四个 认为自己没有朋友 结果还真的越来越边缘呢 这是罗森塔尔效应 最后一个呢 是当朋友很可以 一旦变成恋人、公主、王子病 马上发作的衣服理论 那这些专有名词呢 在二十个实验里面 阿头这一次只分享一个 那如果对其他有兴趣的呢 那欢迎大家去书局买来看 那阿头从中选出的 二十个经典心理实验呢 选出了一个标签影响人生走向的力量 他就是刚才阿头其中提到的 罗森塔尔实验 先说比马龙的故事 这个实验我们一开始 先从比马龙故事开始 比马龙故事呢 是终极梦想的实现 话说啊 古希腊有位王子 叫做比马龙 他认为啊 身边的女生 缺点实在太多了 那他心中一直有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 所以呢 他就请工匠呢 用象牙 雕出一个完美的女性的雕像 那呢 他把他当成恋人跟妻子 很不可思议吧 那直到呢 有一次在美神维纳斯节的时候啊 那美神维纳斯 被比马龙真切的爱给感动了 所以呢 他就把雕像变成真人 这就是所谓的比马龙效应 也就是说 当你对某人有强烈期望的时候啊 期待的时候 用最真诚的态度对待 期待就会成真 好像是强化版的吸引力法则 那罗森塔尔 就是运用比马龙效应 把一所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呢 做一个号称测试学生未来发展的趋势的实验 所谓号称呢 代表阿头再继续说明 他就是从每个年级啊 先选出三个班 然后呢 这个测验呢 只是一个装模作样的 他把这每个年级的三个班啊 他们程度都不一样哦 但是他选出了这三个班的老师 让他深信这个测验 八个月后 这三个班竟然比其他班成绩更好 更外向 求知欲更强 那其实啊 这三个班的程度不一样的学生 是因为老师们对这三个班的喜爱 跟期望变高了 那学生当然有感受到啊 所以学生就变得更有自信 表现得更好 很神奇是不是 那最后呢 阿头用一个故事啊 来强化这个罗森塔尔实验 他是用一个标题写着 被标签封印的灵魂 哦好特别哦 那阿头从一个故事来跟大家说 话说啊 有一个新兵叫做小张 那他呢 为人非常的木讷 他的回复永远都是 好 是 根本像个木头人一样 那作者呢 就对小张啊 做了一个防树人测验 这是阿头第一次听到的测验 房子的房 树木的树 人类的人 OK 那这个防树人测验呢 受试者啊 他不知道自己 画的比如说 房子啊 树啊 人啊 到底有什么意义 他是不知道的 那专业人士呢 会从图画中 去分析受测者的心理状态 那从画中啊 作者就发现 诶 小张的画 看得出来 他对生活啊 充满了热情哦 而且啊 他从房子跟树的部分看出来了 但是 画中的人 怎么被锁在一个没有门的房子里面 他就很好奇 所以呢 作者就用这张画 跟小张 打开了画夹子 才了解到原来小张啊 他呢 有一个哥哥 那他的哥哥啊 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 那当然啊 他的父母就非常喜欢哥哥 那他从小成绩就不好 那因为他们的家境啊 不好 所以呢 哥哥最后呢 上了大学 那他最后 只能去当志愿役 当兵 因为他的父母从小就认为 小张就成绩不好啊 甚至还给他取名一个绰号 叫做笨蛋 那久了之后啊 小张就什么都变不好 那也不想跟别人交流 他也觉得说 反正我什么都不行 什么都不会 那后来作者就把这个防树人的测验啊 告诉了这个小张的连长 那先呢 分析连长 取得连长的信任 好厉害 那连长后来竟然决定说 好啊 你这个测验这么好 那我呢 就运用你给我的这个测验的结果 来帮小张提升自信心 看你的方法 我不OK 所以啊连长啊 就让那个小张 有一个新体验的机会 把他身上这个笨蛋的标签 撕掉 怎么撕呢 那作者就先跟小张说 我们最近啊 那个连长有办一个 那个演讲比赛 那你啊 帮别人哦 别人想参加这个演讲比赛 那你先帮他写好演讲稿 那小张就当然开始认真的写了 后来就跟小张讲说 快到的时候就说 哎 啊这个人啊 他不能参加 临时有事 那麻烦小张你啊 你去代替他比赛 好不好 结果因为稿子是小张写的嘛 也演练了很多次 那结果小张这次的演讲 真的棒极哦 那也因为这次成功的经验啊 小张身上的那些标签 就是所谓的木娜啦 笨蛋啦 都被移除了 那从此之后啊 他人就渐渐的变得阳光了 然后渐渐的有自信 而几年后啊 他退伍了 那他从事房仲业 那因为他的业绩啊 因为他不再内向了 他变成一个外向 自信 非常突出了 那就变成他 有一天啊 他就联络了作者 那作者呢 他就感动到说 哎 你现在必然过得这么好了 那当然小张就非常谢谢他 是他把他救出来的 可是作者却跟他想说 没有哦 这都是你的功劳 因为啊 是你自己亲手撕掉你原来身上的标签 也就是木娜跟笨蛋的标签 重新定义自己 所以阿头从这个故事里面 想到 小张以前一直把笨蛋啦 木娜啦 做不好 他不敢去把标签撕掉 是因为从小父母就跟他这样说 以至于他觉得撕掉 好像就说父母的判断是错误的 所以他一直选择继续以这样标签的生活下去 结果后来发现 其实这不是他的全部 所以从这个实验里面我们可以知道 从笨马龙效应到所谓的罗森塔尔的实验里面 我们人是有无限的可能 撕掉标签 重新认定自己 每个人都有机会 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这只是其中的20个经典的心理实验 阿头看了非常的震撼 其中还有19个 如果大家真的喜欢的话 阿头真的强烈的欢迎 大家可以去书局 买来看也好 搞不好你可以从书中重新认识你自己 好咯 今天阿头的阅读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 要继续订阅 按赞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再见